哈啰,欢迎收看北西巴蒂,我是Tommy 今天有点下雨,所以我有点想吃火锅 但是我老婆她不要吃火锅 所以怎么办呢? 有时候在Facebook要多做一点功课 所以我在Facebook上面看到有一个一人吃的火锅 我家附近Puteri Mart这一边 而且还是日式的一人阿布火锅 好像很嘎嘎一样 所以它是位于Puteri Mart的美食坊里面 所以如果我只吃火锅 这样我老婆就可以吃其他东西啦 所以它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套餐啦 猪肉,牛肉,鸭肉,海鲜 每个套餐它就盛好给你 如果你要再加的话 就可以在那边再加那些料进去 好 然后这个火锅它其实是有几种汤底的 我刚才看到有青汤啦,有同样啦 还有这个是咖喱的,那个辣的 我刚才叫的是一人套餐 一人套餐的料就是大概是这样啦 它盛一个味给你 它的料就是有这些 有金针菇啦,有鸡鸡,烫鸡,猪肉丸 还有一个水饺,有菜 然后,值得占的是这个哦 这个肉片 肉片其实蛮多片一下哦 以一个人来讲的瓦鸡 大概有6片或7片在里面,蛮多 然后还有一粒鸡面呢 跟一粒鸡蛋 不够的话,我们等下再去教其他的东西 他不要陪我吃火锅,自己叫喊鱼巴兰铺法 叫号 给老板认得出来了 他就在看到我在拍东西 招待了我一些他们的这边招牌 什么猪根丸啊,起司柄啊 然后还有羊肉啊 我一个人吃怎样吃得完呢 你要帮忙吃啊 最近哦,很挑食 所以一个人打拼了 蛮寂寞的,就一个人放下去,一个人等 他有给一个这个酱 这个酱有一点芝麻在里面 酸酸甜甜的 是开胃的那种酱 它这个咖喱呢,它就有一点像是那种日本咖喱的那种感觉 它是辣的哦,但是它的口感偏甜 有点甜,但是它是辣的 我觉得OK哦 喝下喝下蛮过瘾 这个咖喱的那个色水啊 它那个色水 跟那些料这样子放在一起哦 这样子捞出来哦 感觉很漂亮 很开胃哦 所以我们现在来试一次啦 这个是他们讲的鸡席云 这个是他们讲的鸡席云 它这个鸡席云很好吃 它外面的那个肉呢 它鱼肉呢,很扎实 然后里面的那个 cheese的酱呢 更多 要吃的时候要小心 一咬下去,它就会爆出来 哦 好吃,这个好吃 因为一般上我们出去吃steam food 都是用那种铁包啊 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它这个是用了沙包 沙包的 感觉上就更加好吃了一点 视觉上就感觉很好吃了 然后我们吃了它的东西 OK,算是蛮新鲜啦 不要讲它加料给我的那些啦 它一人份的话 如果以一个普通食量的人来讲 算是很够的 羊肉的羊烧味跟这个咖喱配合起来 很搭 我觉得它很搭 就是感觉很爽 吃下那个猪肉 看猪肉有没有这样搭 猪肉也OK的 不过呢,刚才吃了羊肉 因为那个羊肉有一点点的羊烧味 配合那个咖喱汤汁 感觉上整个那个味道很丰富 很香很好吃 那猪肉的话它就普通了一点 如果我推荐的话 我会推荐吃这个咖喱锅 然后吃羊肉的 羊肉的好吃 一定要吃点菜的嘛 不能一直吃肉的 火锅一定要吃挡火 同号吧 中文应该是这样读 我每次吃火锅叻 最后一定要吃异面 才有一个ending的感觉 这是我一个人的怪癖啦 如果没有异面的话 我觉得好像没有吃了火锅这样 有蛋有异面 完美的ending 耶 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我刚才吃的 原来那个就叫做 Gekicara 最新 Gekson 是Gekson 一开始吃还不错的 一开始吃吃吃 到最后 因为它是一直都是甜的嘛 所以吃到最后的话 你会稍微有一点点觉得 一点小腻 不过我觉得 总体来说它是好吃的 而且它 有不同的汤 然后如果你们两个人来吃的话 可以叫两种不同的汤 你来Fry it dry 因为它是用沙包 加分不少 不重的这个Puterimak 小贩中心里面的那个档口 Jackpot Shabu Shabu 来Try一下啦 如果你们也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Like and Share 如果你是从YouTube看到的话 记得Subscribe我的频道 旁边这边有一个订筒 按下去 有最新的影片你会最快知道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